交通运输部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 介绍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 上半年我国新开工公路项目总投资2910亿元 新开工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项目 近170个4800公里 总投资2910亿元 截至6月底 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新改建工程 截建的规模达到了8.7万公里 截建的项目超过2000个 总投资约7.3万亿元 王松波介绍 上半年连接中俄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正式通车 国道1523宁波至东莞高速 国道1517莆田至延林高速 国道3011柳原至格尔木高速 三条国家高速公路连接线全线贯通 青兰高速河北设线至禁忌阶段等路段完成改扩建 国家高速公路网络不断完善 骨干通道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川藏铁路配道公路项目全面开工 完成总投资占比已超过50% 部分项目已经建成 深中通道 长泰长江大桥 乌域高速等战略性标志性重大工程有序实施 此外 张敬高长江大桥 京台高速 岐河至济南段 改扩建等重点工程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针对各地反应的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 分类提出了政策建议 积极沟通相关部门 协调加快要件的审批进度 预计下半年 还将加快开工一批重点的公路项目 持续发挥公路建设对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作用